那性別的話呢 當然有很多的動物是不分性別的 有很多動物是不分性別的 牠可能是無性生殖 例如說牠可能不算動物啦 就有很多生物是不分性別的 例如說細菌 我們有講這隻細菌是公的或母的嗎 這樣沒有很奇怪嘛 對不對 然後有一些動物的話會有一些植物 牠有分可是牠是雌雄同體 或者我們叫雌雄同豬 一般來說牠也算沒有分性別 雌雄同豬大家聽得懂嗎 就是一朵花開出來的就是雌雄有雌雄 對不對 雌雄是雌的部分 雌雄是雄的部分 然後牠是不是都在同一棵植物上 所以這個植物是不是有男有女不男不女 所以牠就沒有分性別 這樣懂我的意思 那有一些動物也是這樣 例如說蝸牛 例如說蕯蟻 牠們就是雌雄同體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講到 所有的生物可以分成兩種 有一種有分性別 另外一種沒有分性別 那麼有分性別的生物又可以分成兩種 有一種是在受精的那一個瞬間 遺傳就決定了牠的性別 有另外一種是受精的那一瞬間 還不知道牠的性別 要看牠孵化的狀況 也就是後天的環境因素 會影響牠的性別 牠相似牠的性別 牠的性別 牠自己的牠 牠的人 牠的性別 牠的人